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緬甸的KK園區成為一個綁架和犯罪的災難傳源 究竟這個KK園區怎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另外,在泰緬邊境的三不管地區,當地的克倫族想獨立 與政府軍鬥過不易落府,造出種種災難 緬甸反賣人口的問題也亦引發關注 內地講述詐騙惡行的電影《孤注一閘》大修旺場 中國也採取行動要求相關國家出手解決 12月15日至16日,中國公安部、泰國警察總署、緬甸警察總部、魯窩公安部 一起在泰國青邁舉行專項合作打擊行動的啟動會 四個合作打擊的犯罪內容包括域內賭博、詐騙、入入衍生的人口販運、綁架等行為 據泰國國家新聞局報導,電信詐騙團火已令泰國造成數十億泰匹的損失 泰國警方說,平均每日有200多個華人被人進行人口販賣 據悉,今次四個國家將協調中心建立在泰國 因為泰國在地理上與緬甸接釀 邊境擅長、對亦分散難以打擊 而泰國也不單是提供泛運對象的源頭 也都是各國人口泛運的中轉站 四個國家表示,中國用實際行動向那些仍然不收手的 賭詐犯罪集團發出嚴厲警告 向國內外展示中泰、緬佬、四個警方團結合作 嚴打賭詐的堅定決心 中國政府將為當地的協調中心和執法人員提供培訓支持 並且為聯合行動提供預算和技術 3日後,8月19日,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與來華進行工作訪問的泰國副總理兼外長敦會談 王毅在會談中提到中泰共同打擊電信、詐騙等跨國犯罪行為 而泰國外長敦表示,雙方就緬甸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同意努力推進緬甸問題政治解決進程 支援以東盟方式解決緬甸問題 其實中泰兩國並沒有分歧,都在講詐騙問題的複雜性 王毅說的是想得到打擊電信、詐騙行為的結果 而泰國外長敦就講到詐騙問題涉及緬甸複雜的政治問題 緬甸繁密人口最出名的罪惡溫床KK園區 位於緬甸東南部的克倫邦城市廟瓦底 據說過去8年在這個地區因為犯罪而死亡有幾十萬人 目前那個地區還有5萬中國人留在當地,情況都非常恐怖 為什麼明知道黑點就在廟瓦底,但是就解決不了? 介因這裏是緬甸一個三不管地帶,亦是一個民族衝突的焦點 妙瓦底是緊輪泰國邊界的邊境城市 和泰國城鎮美索鐵輪被佳河、莫崖河隔開 是緬甸兩國重要的貿易點 2015年8月,亞洲共錄妙瓦底 高家力路段正式開通 而臭名遠鋪KK園區主要經營者是擁有柬埔寨公民身份的中國人 他在香港註冊著一間公司 亞太國際控股集團 曾經聲稱要投資150億美元 在這個地方建立一個亞太新城 其實這項海法計劃的真正目的 是與控制當地軍隊勾結 掠奪土地 收容大量逃為柬埔寨和中國政府取締的罪惡組織成員 這些團火入住後就在當地設立賭場和洗錢機構 KK園區綁架人口的事情 近年鬧大之後 蛇志剛在去年8月已經因為違法經營非法的網上賭場 遭到泰國當局拘留 而自2012年起 蛇志剛就一直在逃避北京當局的通緝 大家都知道 KK園區既然由當地軍隊控制 又充滿了犯罪分子 拉了蛇志剛根本改變不了局面 泰國當局從6月6日5日開始 撤斷向區區園區的電力供應 但恐怕也制止不了當地的罪惡活動 因為這是沒有人管得到的地帶 自從緬甸在1948年脫離英國獨立之後 克倫邦就因小隊族裔叛軍 和緬甸軍方的衝突而陷入4分5裂 緬甸邊境發自薄弱 邊界很多地區 在東南亞人口販賣槍決 以及欺責犯罪中心之一 龐大的KK園區裏面 有針對中國客戶建設的賭場和旅館 這些設施 由已投靠緬甸政府軍的 少數民族民兵組織 黑倫族邊防軍 即BGF所控制 說到黑倫族邊防軍 又是另一個故事 1947年 緬甸脫離英國殖民地的前夕 由緬甸領袖洪山將軍主導 與主要的少數民族 達成共識 這叫奔農協議 建立少數民族高度自治 相互平等的緬甸聯邦 1947年 即緬甸獨立前一年 當簽訂賓農協議時 黑倫幫獨立聲浪很高 沒有參與簽訂 緬甸獨立後 他們亦不參加 第一次議會選舉 所以黑倫 從來都想獨立 當地都充斥著 大量反政府的民兵組織 到2010年 緬甸軍政府 開始除低軍裝 展開一系列 政治和經濟改革 一年之後 登城政府上任 幾十年來 各方勢力對峙的邏輯 就開始改變 2012年 黃山素杞 宿令民盟 參與國會補選 這場民主大戲 就這樣照著劇本 一路演下去 黑倫幫 亦一路走向停火 而控制 KG原區的黑倫族邊防軍 是黑倫民族組織的 一個分離團隊 早在2010年 就已經向緬甸軍政府投降 並入緬斷國軍 2015年10月16日 各方代表 終於於緬甸首都內比都簽約 緬甸境內 也一支地方武裝部隊當中 其中16支被納入和談名單 最後8家簽字 緬甸實現了短暫的和解 但仍然有零星戰鬥 黑倫邊防軍發言人 兼第二防區指揮官蘇穩丁少教等人 當年帶兵投靠政府 他在2015年在一個有8年歷史的泰卡地村 接受外國記者訪問 那裡也曾經是國民黨九三軍 在二戰時打入軍的據點之一 戰後還有國民黨的殘暴 不願意翻國 留在當地 蘇丁文少教 在當地好像土皇帝一樣 他藉著煙斗回憶他的童年時 緬軍來到村莊 他們只能逃走 他14歲從軍 加入不同的黑倫族武裝組織 30年以來 專打緬甸政府軍 到了2011年前 就勉強啟動議會選舉的次年 他們一幫人就帶兵投靠政府的邊防軍 2015年 47歲的蘇丁文 因為他的軍權 成為村裡的守護神 非常受到尊敬 記者問他 他以前很恨免軍 現在 就成為政府軍的一部分 不會矛盾嗎 蘇丁文 好像覺得記者的問題 黑白分明 非常天真 他說 在那裏所有事情 都是灰色的 唯有一件事 是黑白分明的 就是 槍不能夠放下 蘇丁文很明確地說 在這裏 槍一放低 就是死亡 聽完這個邊防軍領袖的訪問 你大概都知道當地是什麼的局面了 到了2021年2月 緬甸軍方又發動政變 昂山素姬被迫下台 各地反政府武裝反抗運動爆發 黑倫邦脆弱的停火 馬上瓦解 緬甸政府軍 和黑倫的民兵組織爆發激烈衝突 緬甸加強攻擊 其中包括 2021年3月至4月對黑倫邦的空襲 由於緬甸和黑倫民族解放軍之間的戰鬥日益加劇 黑倫邦有3萬多人流離失所 部份人跑去泰國 在過去5年 緬甸在地區駐軍數量一直增加 特別在政變之後 黑倫族多次要求 緬甸軍拆除 在黑倫族領土上的軍營 但緬甸非但沒有撤走營地 反而增加了更多部隊 升級了他們的前哨 修建更多更大的道路 一來到軍事緊張的情況下 緬甸就可以盡量加快派入當地 黑倫族對緬甸軍的鬥爭一直都沒有停止 而且還向其他地區蔓延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KK園區所屬的黑倫邦妙瓦底市 是緬練邊境的三不管地區 也是民族衝突 十分劇烈地區 情況基本上是失控的 第二 控制KK園區的黑倫邊防軍 本來是當地民兵 但早在2011年 已經投靠政府 但現實上 看來它也不完全受政府控制 成為那裏的軍閥 直至控制KK園區 各種犯罪活動謀利 緬甸政府 由於不想黑倫邊防軍 也成為反政府力量 所以也不敢強硬對付他們 第三 建立四國聯手 打擊緬甸邊區的犯罪活動 估計可以起治標的效果 但緬甸的局面 如果沒有改善 政府如果沒有能力 全面控制黑倫邦 恐怕問題就難以根治了 另外 在《石頭台時》快平外講到 港產片內地曾經十分風光 但最近兩年 在內地的票房就開始崩塌 究竟會有什麼原因呢? 歡迎訂戶 去《石頭台》收睇我的評論 大家好 《石頭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頭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是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頭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頭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頭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報 訂閱《石頭台》 謝謝大家